日本岸田文雄政府莫视各方反对 继日前完成福岛核污水首阶段排海猴 在10月5日早上再进行第二轮排放 预计今次会将大约7,800吨核污水排海 持续17天 外界担忧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将无法估计 而美国纽约的市民 也都批评日本持续将核污水排海 而俄罗斯外交部就批评 日本未有提供全面资料 也都未能保证将核污水排海 不会带来长期威胁 俄方已经和中国相关部门 就日本水产安全性进行了磋商 考虑到产品有放射污染风险 可能采取和中国相同措施 全面禁止入口日本水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